你们学校在哪?在房间小区这附近? 周围有什么标记? 学校右边是立中友好会馆, 左边是后路员, 我朋友的室舍也在后路员旁边。 是不是后路了? 对,你怎么知道? 后路了就在我们学校后边, 这星期日我们去和我去朋友呢, 有时间顺便来我们学校, 看看好,我一定去。 听说附近有很多外号的地方, 是啊,有一个很多很有名的幼女园, 我们有时候去那儿的保林区。 学,我们学校立房间小区在台湾, 附带院学校附近海美还有几个立铁城, 交通很方便, 学校后边是后路员, 那有很多中国留学生。 日中友好会馆在学校右边呢, 有两个餐厅, 和一个茶瓜, 学校作品是有名的后路员, 对面有一个运动场, 附近半球场也在学校附近。 我整整天朋友一起去看, 看半球比赛。 有两张电影表, 我们一起去看吗? 太好了,是日本电影, 还是外国电影? 是香港的新电影。 香港的什么内容? 我也不知道。 不过,我同时说那是一部写字片。 那我一定去看看。 小林,你将去看电影吗? 将去看电影, 是我的爱好之一。 吃吃之一。 你还有什么爱好? 游泳,爬山,旅行, 在了星期六, 我想和朋友一起去发学。 你的爱好真多啊。 我现在还想学担干净。 你还有时间学习汉语吗? 小林的爱好很多。 他白天工作, 晚上学习汉语, 新积累。 休息的他也比较忙。 一年刺激他们, 一觉常常去外边玩。 上天去外边游泳, 春天、秋天去爬山, 冬天去滑雪。 在家的时候, 他听音乐, 打干净。 有时候, 跟家里也一起去。 像卡拉OK。 小林觉得, 他的想法很愉快。 但是, 最近他有一个烦恼。 他只是没有时间不许。 不许。 喂, 我是小林啊。 小林你好。 上次学习的电影。 咱们什么时候去看啊? 下星期日怎么样? 我什么时候都行? 啊, 对了。 我朋友也是为神去看。 可以吗? 当然可以。 咱们看几点啊? 上午, 上午, 我要去, 新四马通行。 第二通行。 咱们看, 下午打吧? 可以。 听说期待有一个, 新电影。 印象, 设备特别好, 行吗? 那就去哪? 那个电影, 电影院了。 好, 一点再期待, 唱东国见面好吗? 行。 就怎么样? 下星期日见, 下星期日一点再期待, 唱东国, 唱, 唱, 期待, 唱东国, 不见不散, 不见不散。 小林有两张电影票。 他也从我旅行, 你不要一起去看电影戏。 唱看片, 小林给李福阿打吧, 电话跟他商量什么时候去, 李福阿星期日上午, 要去新四马通行。 他想看, 下午的期待有一个, 新电影。 他们决定去期待。 他们也好, 下星期日, 下午一点再期待, 东国见面。 今天来看的, 看的人真多啊。 最近, 中国电影很受欢迎。 是吗? 你觉得这个电影怎么样? 我觉得很有意思。 你呢? 这个电影不是, 情节不太感人。 不过, 也演得很精彩。 那主角是香港的明星吗? 女主角呢? 也许香港的演员吗? 都他是北京的吗? 也许有名的乐园。 那儿童演员人的也很感人。 真了不起。 电影里的欢迎, 你都明白吗? 他们说很怪。 我不太明白。 我不太明白。 最近, 中国电影。 很受欢迎这一天去看的人。 非常多。 因为, 我和你, 我去的比较早, 所以不做。 看, 看得很清楚。 我们看的电影是在, 昔暗班拍的, 集聚片, 那女主角和女主角都是撞过的民心。 他们上场去外国工作, 我觉得那个电影很有意思。 演员们人得都很伤痛。 可是, 你发说路级绝迹,情绪也不太感人。 电影里的幻影说得很怪,我不太明白,觉得很遗憾。 叫的菜怎么样好吃吗? 还行,如果我做的菜应该好吃,我带他做菜做得很好。 下次你来我家讲讲他做的菜吗? 太好了,他中午菜做的怎么样? 还可以吧,你在家做好吗? 不讲做,你叫我几张菜好吗? 当然可以。 听说你太太也学习韩语一定说得很好吧。 他刚开始学,说得还不太好。 但是很喜欢说,学韩语需要多说多听,我们老师也这么说。 少林的爱人叫杨子,他也学习韩语。 现在他说的还不太好。 有时,有时和少林叫他, 欢迎他们讲讲用。 韩语谈话觉得很有意思。 杨子做的菜很好。 小林也好。 孩子们都很习惯去。 像,下星期天,立花又来。 他们叫。 这样子上给他做绿便载。 样子不知道,立花习惯去什么。 跟小林想办。 小林告诉他,立花最习惯去嚼着小林。 小林的孩子们也很习惯。 他们决定,下星期间一起把我交集。 您好,您好。 您有点什么? 有康星菜吗? 有。 我们做的菜,有新鲜,有便宜。 来一把康星菜,一盒皮蛋。 康星菜,三百利元。 皮蛋,几百利元。 康星,多少钱?一只一千六元。 我买五百二只,那便宜了吗? 五十五只。 四千五。 怎么样? 好,我要五只一共多少钱? 一共五千五五百六元。 你再去一万六元。 找您四年五百六元吗? 谢谢。 谢谢。 欢迎你再来。 李花有一个妹妹,叫李方。 她叫她在北京公司。 她外在企业的集院。 今天她要在一家招待从日本来的客人。 她想给日本客人做温暇雨。 下午礼拜去弄猫语。 那弄猫市场买菜。 现在我们跟她去看看中国人。 什么买菜? 大爷您的,月什么菜? 怎么卖。 一斤四块。 叫钓多少钱? 三斤三十块。 蝦呢? 一斤二十块。 我要叫钓鱼。 再来一件蝦。 能便宜吗? 西安四十五块。 怎么样? 能才便宜吗? 好,四十四。 太谢谢您了。